试试 嘿嘿 Nova 9 SE 来啦 耶 有没有觉得这一集很特别 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在办公室开 跑来公园开 试试是这样啊 昨天我就收到了华为这一台新机 要考虑Nova 9 SE 然后我一看我就觉得 它为什么跟Nova 9有点像是 这样子前我就很认真的拍过 Nova 9的开箱 这一次我们就可以不用那么严肃去拍了 所以我就决定随便带来 跟我们这边测试一下啦 结果我摄影之后 不如你直接这边开箱啊 所以这集 就这一个非常随性的开箱 OK 现在先快速给大家看一下 Nova 9 SE 的外形 它整体看哦 真的跟Nova 9很像一下的 下面哦 依然是这个Nova的logo 然后它依然是Nova 9的battern 就是光线条哦 会从镜头这样子扩散出去的 视角依然是3D玻璃 圆润不搁手 还有侧边指纹解锁都是一样的 那差别就在于 Nova 9的材质是雾面的 Nova 9 SE 是镜面的 它就是比较bling 比较高调 整张脸都可以反射进去的 还有就是哦 镜头排列不同去了 你看Nova 9的是 1 2 3 4 闪光灯 9 SE 是1 2 3 4 闪光灯在中间 主色 景深 macro 还有广角镜头 我是不懂这个牌法有什么含义啦 但是我留意到了 嘿嘿 这边有一个108MP的字 意思就是说 华为Nova 9 SE 是华为第一台用上了 Super Camera 108MP主色的手机 这个108MP是它最大的卖点 所以等一下我就特别测试给你们看 现在我们先看屏幕 so 正面屏幕 6.78吋华为Super Display 94%的屏占比 而且用上了同价位里面算很好的P3 广色域屏幕 显示效果比较好 边框是真的很窄一下啦 1.05mm罢了 自拍镜头还是在正中间 还一个有三个颜色 我这个就是Crystal Blue 它另外还有一个Pro White 还有一个Midnight Black 这样电池方面它是4000 配上66W的Super Charge 36分钟就可以充满 这样大致上它的配件就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就要正式开始测试 它的这个108MP的镜头了 Go Go 现在我们测试的这个是热光拍摄 Nova 9 SE 它依然有它一贯的这个HDR功能 就是说你看看我后面啊 建筑物天空全部是爆完光的 所以我拍一张照片 看到吗 天空出完回来了 后面建筑物全部都不爆光了 OK 剪排一个大片感 水面倒影 从第一张照片呢 就能够看出 Nova 9 SE的原色调是鲜艳的 当天天空啊 是没有这样蓝的 但经过优化之后 出来成品就好像调色了这样 拍什么 我在拍那个树叶 Surprisingly哦 这张叶子照片呢 也是Surprisingly好哦 尤其是Bokeh这方面 树枝啊 叶子的边缘都没有補掉 不错 OK你帮我拍一张照 好 开Portrait 还有HDR的 诶你拍到我很矮耶 诶 我165耶 人像模式的话呢 我是故意背光拍的 但是出来的效果呢 该美颜的美颜 不该曝光的天空也没有曝光 人脸和背景都一样亮 自拍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反正整体色调偏鲜艳就对了啦 在一点钟大太阳下面 天空的高光部分有很好的还原 但又没有过步 树的阴影部分也没有死黑 开了广角之后呢 有少少肌变还有鱼眼效果 但是弧度不大 发挥还算是好的 另外我还发现当我自拍的时候 我只要打痕 它就会自动变成white angle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哦 只要它detect到超过三个人或以上 在同一个框里面 它就会自动变成white angle的 就好像这样 你的阿肯两个人 第三个人出现 当然这颗108MP的镜头 不只是拿来拍照啦 Nova GSC定位为Vlog手机 这样拍Vlog就是它的使命 打开广角拍Vlog先 后面建筑全部都可以一起入镜啦 那如果你要拍前风景的话呢 也不用stop 直接换镜头就可以继续拍了啦 像现在这个情况呢 就可以同时看到我自己 还有同时看到我前面的风景 一起全部都录下来 那如果呢 你嫌弃刚才的画面自己太大了 你想要看多一点风景的话 就可以换去这个 picture in picture mode啦 这样我人就会小小 变成一个四方形 然后风景就是大大片 OK 晚上8点钟 出发Bukit Bindang夜拍咯 带着很散的Nova GSC 还有很耀眼的我 到底效果会怎样咧 OK 我现在人呢 就在Bukit Bindang 准备给大家测试一下 晚上才Vlog 我们的情况到底是怎样咧 可以看看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的 今天的Bukit Bindang还是一样多人 嗨 Canchu 说到Nova GSC的108MP主持 官方很骄傲的讲 里面搭载1.52吋的传感器啦 F1.9光圈啦 RGGB排列 反正意思就是说 进光量比较多 夜拍比较好 试下拍照就懂了咯 在暗光的情况下咧 灯光来源都是来自于招牌或者是路灯 这一张拍出来哦 亮暗分明 街景表现就比较中规中矩 有一些地方阴影太重 比如说左上角已经黑到看不到了啦 路上斑马线也因为光线不足 噪点很多 zoom in看哦 还糊掉了听 但是一开了手持夜景模式之后 整个效果就大大提升了 它颜色非常分明哦 画面不管是清晰度 还是暗部细节的还原表现都非常不错 效果有少少surprise到我 可以说是Nova 9SC的夜景发挥还算稳定的 另外的Nova 9SC里面有一个内置了的剪片神器APP 就是说你拍好影片之后 它下面有一个button按Edit 它就会直接跳去一个叫做Pettle Clip的APP里面的界面 它里面的界面跟剪影很相似 就是一样咯 手势动作都一样的 就是你活动来剪或者是手指大小 然后下面可以加音乐 然后可以调速度 可以放Animation 放Filter等等 基本上如果你是用光剪影的话 是很容易上手的 然后功能算是挺齐全了的 然后好了之后呢 直接按Export就可以了 OK那影片结束之前呢 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Nova 9SC内建的AppGallery 目前大多数的热场用到的Apps都已经有了啦 Shopee、Lazada、Touch & Go、Maybank2U 这些都可以用的 那华为Nova 9SC也加入了很多自家研发的Apps 比如说Battle Search啊、Battle Maps啊 华为Video啊、华为Music这些 但现在我觉得这次Nova 9SC更大的卖点 应该就在智能使用体验上面 因为它可以做到one hope了 就是可以tap一tap无线连接 直接发送文件 也可以做到这个跨设备MeTime视频通话 甚至说可以透过华为的智能手表去远控拍照 但是我这个不是华为手表啦 总结来说来我是觉得Nova 9SC的话 整体跟Nova 9很相似 但是价钱却是它的一半 $1099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拍照啊、拍video啊、拍vlog的话 你们就可以考虑一下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我要回去了 OK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